妻子只因忘记了打扫房间 老公回家后一脚就将她踹到了地上 接着狠狠地踩住她的脑袋 妻子在地上苦苦求饶 然而一顿疯狂的事报过后 老公似乎并没有过瘾 她抓起妻子的头发将她拖进了厕所里 女人名叫小兰 这已经是她这个月第32次被家暴了 自从老公投资失败后 每次喝完酒回来都会对着她发泄一通 不仅如此 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债务 老公更是强迫她去出卖自己的身体 小兰被迫沦为了KTV里的陪酒公主 直到这天晚上 KTV里来了一个叫阿泰的客人 她一下子就被小兰的美貌给迷住了 她想约小兰出去打扑克 小兰本不想答应 可当她得知阿泰是一名偷渡的逃犯后 立马就心动了 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彩蛋 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发送狗头家抱拳 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 解锁的表情在最后 原来就在三天前 小兰无意中发现了老公的一份保险 如果老公发生意外身亡 她将成为合法受益人 获得高达五亿元的赔偿金 这让小兰立刻看到了希望 她早就受够了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很快她就和阿泰展开了一番深入的了解 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 阿泰果然同意了小兰的请求 按照两人约定的计划 阿泰蹲守在小兰老公常区的酒吧门口 一旦确定对方是一个人 就直接开车撞过去 得手后的阿泰一场兴奋 她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兰 而且她不仅把人解决掉 就连尸体都已经埋到了山上 绝对做得神不知鬼不绝 可小兰听到后费都要气炸 尸体都埋了那还怎么去领意外身亡的保险 这简直就是个猪队友 可就在这时 家里的门锁突然开了 小兰整个人都懵了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喝完酒回来的老公 小兰像见到鬼一样的看着她 小兰终于意识到 原来阿泰还杀错了人 趁老公睡熟后 她赶紧打电话给阿泰 没想到对方直接挂断了她的电话 接着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 幸好老公没有被吵醒 来人果然是猪队友阿泰 得知真相后 阿泰瞬间就崩溃了 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杀人 居然还杀错了 她之所以答应小兰杀她的老公 一是想和小兰在一起 二是因为从小 自己的母亲就受到家暴 她十分痛恨家暴的男人 可如今不仅计划失败 她还错杀了一个无辜的路人 这让她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好在小兰还比较镇定 她让阿泰赶紧先汽车跑路 等着阵风投过了后再说 可是一周过去了 阿泰却始终没有离开 她像疯了一样不停地说 有冤魂一直在缠着她 或许只有到警局自首才能解脱 小兰一听这话立马就慌了 她好说胆说终于劝住了阿泰 随后她拉着阿泰来到山上 在死去路人的埋尸地祭奠了一番 本以为可以借此宽慰一下阿泰 没想到却让她更加癫狂了 小兰也终于失去了内心 该如何是好吗 她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汽车 撞死阿太后 小兰终于也尝到了杀人后的恐惧滋味 她在车里大声痛哭 她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座椅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打电话的是KTV的经理颜姐 她是小兰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颜姐很快就开车赶到了后山 可小兰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正是这通电话 她把自己彻底送上了绝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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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妙